好的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的习题课 看一下第69题啊 看一下第69题 69题还是一道啊 难度比较大的题啊 它的划线部分啊 它的划线部分是从if开始啊 从if开始一直到 Ageria was always insecure啊 insecure 好我们比一下开头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区别非常大啊 它的区别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啊 同学们肯定是不知道该选哪个 该放弃哪一个 这种情况下注意啊 不要在开头上面 不要在开头上面较劲啊 往后面看 往后面看啊 往后面看 我发现最后一个单词的c和e啊 c和e的最后一个单词是it 也就是it 那你后面就是句号了吧 对吧 后面就是句号了 也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就是it加句号吧 任何的代词加上句号啊 一干都不对 一干都不对的情况下啊 先把c和e排除掉啊 能排除几个是几个啊 就是说先让自己答对的概率变大啊 先让自己答对的概率变大 好的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 那就很明了了吧 明显的是考的if和without引导的虚拟语气啊 明显的考的是if和without引导的虚拟语气啊 这个在前面老师是讲过的 好的 虚拟语气的话 虚拟语气的话 我们看a选项是什么呀 我们看到a选项是 后面是有啊 这个地方 他已经是不是虚拟语气了吧 因为without的话 他是一个啊 他是一个陈述句啊 他是一个陈述句 好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不是虚拟语气啊 比如说我们在托付里面 考试里面啊 经常是有一道口语题 是给人家提意见啊 给人家提意见 或者说suggestion啊 给人提建议 他经常同学们会说一句话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怎么怎么样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你 应该怎么说 if I were you吧 if I were you啊 可不是if I was you啊 那样的话 那就是跟if就不对了 也就是虚拟语气就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was是不对的啊 这个was是不对的 所以a选项不对啊 所以a选项不对 好 那你看一下b和c选项吧 看一下b和c选项啊 也就是b和c选项还有什么区别啊 啊 b和c选项还有什么区别 就是b和c选项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吧 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 还在什么地方是有区别的呀 还是在后面吧 也就是在后面这些东西是有区别的啊 也就是后面这些东西是有区别的 好 那我们b和啊 也就是b和d选项啊 对不起啊 就是b和d选项的后面是有区别的 前面也是有区别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 第一啊如果猜肯定是b为什么他短啊 为什么他短 再一个如果用另外一种方法猜啊 也就是说用代词减少的原则来猜 那你的d选项里面的代词啊过多了 d选项里面的代词是过多了啊 所以答案是谁啊 所以答案是b啊 所以答案是b 他的虚拟体现在would never be secure啊 would never be secure啊 好的 这道题啊总结一下 首先啊 首先啊如果题目开头的部分不太能分清的时候 看后面啊 看后面 如果后面不太能分清 看前面啊 总之这两个地方啊 不要在一个地方较劲啊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第二啊 为什么是虚拟语气啊 为什么是虚拟语气 他前面的明显的说的是 azume的 z吧 azume的z 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虚拟语气啊 因为他认定的东西啊 可不一定是事实发生的啊 可不一定是事实发生的 这个东西明显的是一个意测的东西啊 也就是一个假设啊 也就是说是一个假设 再一个就是without if not 或者if引导啊 注意后面一定要加虚拟式啊 一定要加虚拟式啊 一定要加虚拟式 也就是说用would再加上一个动词原型就可以了啊 用would加一个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好 第四个啊 就是大家刚才比较纠结的地方啊 就是说b和d啊 b和bb和d该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d选项里面的代词啊 过多了啊 代词过多了 b和d选项 b比d短 这就是明显的一个正确答案的标志啊 再一个b的代词要比d的少啊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正确答案的标志 好的 我们看第七十题啊 我们看第七十题 第七十题啊 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长化线的题啊 是一个长化线的题 好 第七十题是长化线 那你猜是从that were cut into a 500 acres of 啊 一直到war arising simultaneously with but啊 with but 好 这道题的话 长化线的题啊 首先要自己镇定啊 一定要让自己镇定 也就是说看什么地方啊 明显是看前面 然后再看后面不就完了吗 看前面看后面 如果我们现在往前看 那that都是啊 that这是有区别的啊 然后having been啊 后面是直接说是cut into 但是这种情况下啊 这种情况下老师不是特别建议 直接用这个that were 说他啰嗦啊 说他啰嗦来选啊 说他啰嗦来选 因为啰嗦的前提是什么呀 啰嗦的前提是语法要正确啊 语法要正确 那这种情况下啊 同学们好像还不太明白是到底是选什么 那这种情况没办没办法了 只能往后看啊 啊并且啊 一定要往后看 我们注意看后面是什么呀 有一个时态吧 叫war arising啊 war arising 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当过去进行时独立存在的时候 过去进行时独立存在的时候 一定不对啊 原因是啊 gmat只关注结果不关注过程啊 只关注结果不关注过程 好 通过这个war arising 先把a和b去掉 然后c也一样啊 也就是通过这个war arising 单独出现abc 是不对的啊 abc是不对的 abc是不对的 当然如果同学们直接通过这个来判断啊 一些比较胆大的同学啊 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通常情况下 在长句子里面啊 在长句子里面 如果出现了zis啊 zwar这些东西 通常是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啊 通常是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出现 好的 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呀 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呀 只剩下d和e选项了吧 d和e选项前面已然没有区别了啊 已然没有区别了 那只能往后看 注意d选项跟e选项的后面 一个是but also 一个是but 也就是说一个是想说not only but also 一个是想说转折 这种情况下啊 同学们也不用去翻译句子 也不用去翻译句子 你只要去想一想 这but also在什么情况下用就可以了 你就是说老师说吧 not only but also 你看的but also前面一定要有谁啊 一定要有not only啊 但是你发现扫过这个d选项啊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not only啊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not only 所以d选项是不对的啊 所以d选项是不对的 这道题如果你去翻译句子的话啊 它也是一个转折句啊 它是一个转折句 而不是一个递进啊 也不是一个递进 好了啊 总结一下这道题 也就是说长句子啊 前三个单词 后三个单词啊 先从这个地方入手 先从这个地方入手啊 再一个刚才啊 这个已经讲过非常多了 就是not only but also 是一个递进啊 递进啊 它是有使用原则的啊 原则就是啊 四个单词一个都不能少啊 首先啊 从形式上看啊 四个单词一个都不能少 再一个第三点非常重要啊 第三点非常重要 很多长句子啊 可以直接用这个来进行排除啊 也就是说过去进行时一定不对啊 过去进行时一定不对 为什么 因为GMAT不关心过去正在发生什么 他要的是过去的结果啊 要的是过去的结果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ABC啊 都是过去进行时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正确答案里面是 A rose A rose是什么呀 是一个表示结果吧 是一个表示结果 好的 再一个啊 第七字题 这个题毕竟太特殊了啊 但是在考试中啊 注意如果这么长的句子 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的话啊 第一啊 永远不要恐慌了啊 永远不要恐慌 恐慌了就麻烦了 再一个多数答案啊 都是AB 多数答案都是AB 好的 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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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